如果让大家去击落一架五重直升机 你们会选择什么物件呢 防空导弹 单兵火箭筒 防空机炮 还是乌军已经验证过的大后勤机枪呢 要大兵说 这些都太low 太危险了 直接布置一片地雷 一劳永逸 当然了 这地雷与传统类型有所不同 它是专门针对直升机而开发的 即反直升机地雷 下面大兵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武器 它是如何击落直升机的 现今又多个物件 都存在哪些信号的反弹和地雷呢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在现代战争中 凭借着高零火星高机动性 强大的火力 以及全天候作战能力 武装直升机在各国军队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作战期间 基于炮苗雷达跟踪瞄减困难 硬面雷达低空盲居大 以及防空武器难以打击低空目标等曲线 直升机利用这些弱点 在大多数时间进行低空超低空飞行 不仅将大部分防空武器系统的威胁 降到了最低 还对地面装甲目标和防空体系 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基于直升机对传统防空手段提出的挑战 反直升机战术也逐渐得到改进和更新 这其中就包括本篇主角 反直升机地雷 使用这种雾尾加铃的防御武器 通过守住带兔的方式 对敌方直升机射服 以此弥补超低空火力不足的缺陷 在高物系的研发方面 苏联算是全球首个开发出反直升机地雷的国家 在冷战期间 北约为了对抗苏联的钢铁洪流 陆续装备了大量武装直升机 而作为回应 苏联的巴扎利特科研生产联合体 则是开发出了速度20反直升机地雷 该地雷不仅能够与传统地雷一样 埋设于地下 还能够安放在地面 地雷机感测 火箭技术以及微电脑处理于异体 一旦有直升机进入到地雷的攻击范围 探测器就可以准确辨别出直升机的方向 声音和种类 在对目标进行准确识别之后 地雷便会自动发射弹丸 对直升机发起袭击 那么这种地雷的组成和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现今的反直升机地雷 大多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即红外探测起爆系统 声音预警识别系统 以及中有炸耳的战斗部 地雷在安放之后会处于休眠状态 只有声音探测系统处于值班状态 它就像猎犬一样竖起耳朵 时刻搜寻着周边可能出现的猎物 由于现今的直升机在飞行期间 其主旋翼会发出拥有一定特征的声音 而且每种直升机所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类似于树的年轮 人的指纹等等 基本找不到完全一样的 当声音识别系统检测到匹配声音之后 就会对其进行判断 是我方或有方直升机的话 地雷便会继续保持休眠状态 而一旦确认是敌方直升机的话 声音预警识别系统就会立刻唤醒地雷 使其进入战斗状态 之后 红外探测起包系统开始工作 检测敌方直升机是否进入了爆炸威力区 当检测直升机已经进入时 会立即起爆 地雷短时间腾空至200米左右的高度 通过爆炸产生的破片机会直升机 通俗来讲 这就是一个二踢脚 从地面雷体之中射出多个弹丸 均匀地散布在200到500米的高度 期间会根据来信目标的飞行高度进行预定爆破 以此产生较大面积的破片弹幕 杀伤目标包括直升机 无人机 甚至是固定议的战斗机 弹幕都会对机体造成极大的破坏 其实该地雷这种攻击有点类似于高射炮 另外 反直升机地雷作为一种防御性武器 能够提前在地方直升机飞行路线上射服 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杀伤效果 算是在一定空域内布置离岛无形的高墙 上面大兵也提到过 五只之所以不怕大型防空设施 就是因为它可以贴地飞行 从而躲过大部分防空雷达的探测 而这种地雷便能够让直升机被迫提升飞行高度 一旦被迫提升飞行高度 它就会被有方雷达发现 之后它迎来的可能就是防空导弹了 根据相关信息 反直升机地雷能够对付飞行速度 自36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任何飞行器 甚至包括大型的军用运输机 同时通过与其他传感器搭配使用 该地雷并不会因为人 动物或其他地面触碰等活动引爆 这一点比传统地雷好很多 那么 反直升机地雷是如何使用和布置的呢 它的优点又是哪些呢 大多数情况下 反直升机地雷一般是布置在地面 期间通过人工埋设或者车辆埋设 这两种方式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不过该地雷的非常规布置方式就相当的离谱了 也就是空飘雷和天雷 首先是空飘雷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即天上飘着的地雷 期间使用导弹将其发射到预定空域 随后利用气球让它飘在空中 这种分布方式能够让一片空域布满地雷 只要敌方飞机不小心飞入其中 瞬间就会受到大量空飘雷的袭击 至于天雷 它的使用方式更加奇葩 期间利用遥控器进行攻击 类似于简易版的单兵防空导弹 发射后会将内部压缩气体点燃 将地雷直接送到敌方脸上 简直离谱 至于反直升机地雷的优点 首先来说 虽然该地雷大多还是布置在地面 但它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伪装 因为其主要攻击目标是敌方直升机 它们的飞行高度 很难看到埋在地底的地雷 再加上地雷体型小巧 更加不易被发现 而且飞机的预警系统 并不会预判到地雷的攻击 毕竟谁会想到一架飞机 会被地雷打下来呢 因此 就算该地雷马上就要攻击到直升机了 机载的飞红电脑 也不会给出任何情报 其次 超高的性价比 数颗地雷就能够让敌方损失一架直升机 没有比这更实用和消费比 更高的军事设备了 因为生产一架武装直升机所需的费用 往往是一颗地雷的成百上千倍 地雷的成本永远要比目标低 一般情况下 一颗反直升机地雷的造价在5000美金左右 虽然这在地雷家族中已经不算很便宜 毕竟它所使用的许多技术非常先进 但一架武装直升机 大多多在上千万美元 美军早期的阿帕奇 更是超过了1亿美元 就算不能够将其击落 只是机商 所需的维修成本 也会高达数百万美元 而且以作战半径400米来计算的话 一颗反直升机地雷 就能够控制50万平方米的区域 说了那么多 现今都有哪些反直升机地雷呢 首先是美国AHM反直升机地雷 它是由英国Frenty国际公司所开发 属于一种声控反直升机地雷 安装了有声红外双重传感器 以及一个拥有多个爆炸成型穿甲弹的战斗部 在作战时能够根据需要 在一遭直升机攻击的方向上设置地雷 只要声波探测器感受到直升机的声音 数据处理系统就会开始用三角测量法 确定目标坐标 当目标机系统一定递接时 地雷便会根据传感机的信号指导升空 并接触红外自动导引头 所确定的最佳爆炸条件将目标击毁 它的指挥控制系统 也能够根据螺旋桨发出的不同声响 来区分直升机的类型 可靠性可达90% 防御范围为高度200米 半径400米的空域 战斗部的有效距离在100米以上 能够通过人工火箭炮 陆军战术导弹 或者火山布雷系统布射 通过预编的程序 传感器还能够及时地关闭雷场 让友方直升机顺利通过 然后就是俄罗斯的产品了 在冷战结束之后 俄罗斯在速度20的基础上 开发出了旋律20反直升机地雷 该地雷全中约12公斤 分为远程布射和人工布射两种型号 其中人工布射型 在运输状态下 是一个边长不足0.5米的立方体 作战时就像是一个被摊开的盒子 只远程布射型 它在折叠状态下是六角柱形 作战时类似于一条平铺的章鱼 此外 该地雷主要由传感器 战斗部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端组成 内置芯片中 储存着敌我双方直升机的 生产特征数据 在发现目标后 能短时间内进行对比分析 当传感器发现目标 进入2000米搜索范围时 它便会开始识别和跟踪 最佳的拦截点 当目标进入拦截点时 雷体就会点燃发射 从战斗部抛至100到200米的高度 然后起爆摧毁目标 其战斗部中 由1960枚金属棒撞的破片 可以在50米范围内 穿透10毫米的直升机装甲 现今俄罗斯列装的是旋律20的3.0版 与之前信号的主要区别是 一 增加了红外近距离瞄准器 进一步强化了探测识别能力 所安装的探测识别系统 至少增加到了4个神波传感器 二 控制系统能够遥控操作 使用者可以远程开启或者关闭地雷 保证有风直升机的安全 三 扩大了打击范围 防御半径增加到了400米 最后是保加利亚的反直升机地雷 该国的信号非常多 例如4AHM100 AHM200 PMN150 以及PMN250等 名称后边的数字 代表着地雷的有效射程 比如PMN250 意思是能够打击飞行高度 在250米以下的直升机 而AHM200 则能够在200米的距离内 穿透约10毫米厚的直升机装甲 不过由于反直升机地雷 在现实使用的种种限制 该地雷的战绩非常少 有记载的是 在2006年1月16日 美军一架阿帕奇 在伊拉克被击落 据称 很可能是伊拉克反直升机地雷造成的 总结来说 由于反直升机地雷 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武器 因此该地雷属于一款小众武器 再加上地雷的普遍存在的特性 雨林山地等等 而且在现今这个高科技战争时代 地雷确实有些过时了